你怎麼做特別的溝通呢,因為那一場戲並不是那一段第一天拍的 那已經拍了一陣子了,所以其實大家都滿在角色狀態裡面的 所以也沒有特別溝通說我要怎麼樣要怎麼樣 直接就親了,那親的感覺怎麼樣 感覺啊 像要親媽媽一樣 不是耶,因為那時候都在狀態內嘛,所以就可能是舊情人的感覺 所以你現實生活是可以接受年齡差很大的女朋友嗎 如果遇到的話應該500次 你的範圍可以到什麼 我說過只要不要比我媽大人 因為你媽今年會這樣 我不想要說我媽的年齡 那些我很好奇,大概呢 他有四十幾歲 怎麼可能是五十,那十幾歲生活耶 不可能 都怪是十 對,六十喔 差不多 當中,其實我覺得台灣演員的是比較專業 而且 配合度是比較高的 比較不難搞 你不是相對於中國跟香港嗎 相對於其他其他 對 對 真的 因為我覺得 台灣電影本身 就是他留下來的一種 對電影的一種 尊重跟欣賞是 他是走比較作者風的 所以其實不管是工作人員或者說演員們 其實真的是 呃 比較 比較會聽導演的話 真的 我有看過一些 在其他地方的片場 是 最後那個導演其實是 演員 對 演攝影師怎麼去打燈啊打光啊 都是演員在群中 對 對我來說 特別是年輕的團隊 這個很重要 演員那一種 配合度 而且他願意去 信任整個過程 信任演員 信任故事等等 算是